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白草她早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 对你方婷皓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 你明明知道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还一直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她 不是吗 我努力把她放在我身边 我就是想要好好地照顾她 至于她喜不喜欢我 跟你没关系 白草她不喜欢你 如果可以的话 她早就喜欢上你了 每当你接近她 她脸上的尴尬和忍耐 你看不出 你这么跟我说 你不就是喜欢她吗 你不就是想跟我抢走她吗 对不对 没错 我是喜欢白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喜欢上她 所以 方婷后我不会再让你去接近齐白草 你和她 也再没有什么可笑的三个月约定 我承你 我承你 是因为你曾经是我的学员 以后不会再让你了 明白吗 我承你 是因为你曾经是我的学员 张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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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没事了 我两个 刚刚在干嘛呢 刚我过来碰到长安教练 想让她帮我看看 是不是没有完全恢复 白草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 我很想你 所以一忙完工资我就来看你了 我不在她这些日子里 你有没有想我 白草 要准备赛前热身了 走 我先去准备吧 妈呀 这还没比赛呢 先热身赛了 我看高呀 全赢 来来来来 这里是圆武道三人挑战赛 新加坡战的决赛现场 谈赛双峰是 来自暗阳的松百道管队 和来自星州的新松百道管队 果然相遇在了决赛的赛场 根据我们的侧面了解 这两支松百道管队 在八十年前竟然是一家 没想到 在圆武道的赛场上 我们也会看到 如此充满戏剧性的一幕 看来今天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 大家不要走开哦 提神饮料 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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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带那个草莓刷球呢 我给你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也好 这样的话 以后就由我来照顾 我一定会让你欺负 你 我一定会让你欺负 准备好了吗 马上 走 这次来之前 我知道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先专心比赛 比完赛告诉你 加油 你们不用感到害怕 一切按既定的战术来 范晓莹 今天你将会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 我都记住了 长安教练 你放心 你交代的全是我擅长的 请好 松柏加油 松柏继胜 松柏加油 松柏必胜 我的天啊 飞鱼的小师兄亲自上阵 他上次和廷号前面比赛的时候 都受了伤吗 还有飞鱼那个家伙啊 又有分分钟能够单挑 我们爱阳四大道文的水平 这个局面怎么大啊 骑死了 就是啊 这不公平 人家两男一女 我们聊你一男 谁让你可秀胆子的女人啊 敬礼 准备 哈 哈 小鸣 干嘛 开始 一开场 新松柏队就摆出了他们标志性的启示 白鹤亮翅 首先占据了高度的优势 声东击西 炫酷 Kita 太热 啦 人的 怎么回事儿 他们怎么打的 新松柏队的女选手出局了 漂亮啊 他们到晚也不会如此嘛 分分钟就被我们干掉一个 原来这就是神灯机械啊 长岸教练 高 简单 粗暴 我成功了 太不可思议了 双方刚刚打了第一个赵面 暗阳松柏就将局面 变成了三打二 暗阳松柏的战术太狡猾了 刚才他们的教练 在场上喊的是声东击西 看起来是以范晓莹为主力 攻击对方 掩护另外两名选手 直接把对方的女选手提出界外 厉害啊 现在场上的形势啊 非常不利于辛松柏队 不过呢毕竟是未冕冠军 这次比赛派出的是 辛松柏的王牌选手 叶冲和陆飞鱼 那叶冲自从三年前 夺得三连冠之后啊 就已经淡出了比赛 擒贼擒王 手 四海 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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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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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安阳松柏的这位女选手 就要出界了 是啊 还好被队友及时救回 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 即便只剩下两个人 新松柏仍然有超凡的实力啊 是啊 安阳松柏队再次使出了旋风三连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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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面对实力雄厚的夜冲 这个绝招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啊 是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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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个应该就是七百草 烂以成名的绝技啊 没错 没错 夜冲现在施展出了他标志性的腿法 我们根本看不清他哪一腿是实 哪一腿是虚 滚水摸鱼 滚水摸鱼 行 这是什么招啊 我们一起看一下 是 集中先保 不得分 加油 加油 你却敢打我 小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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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也没有办法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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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阳松柏唯一的男选手 在和陆飞鱼对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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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另一位女选手也被踢倒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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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上啊 进入了焦虫状态 暗阳松柏的胡义锋 与新松柏的陆飞鱼对战 而两名女选手呢 合力对战新松柏的叶冲 女选手再次被踢倒 女选手再次被踢倒 刑事对暗阳松柏相当不利 来了 教授 快想办了吧呀 查安教练 怎么办 现在我们处于绝对的劣势 以一代劳 老孙弟 以一代劳 老孙弟 以一代劳 嗯 都被打趴下了 还以一代劳 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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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松柏使出了 他们一开局就使用的战术 白鹤亮翅 只是这一次呢 高度更高 攻击力更强 被击倒了 暗阳松柏的三位选手 都被击倒了 如果他们不能够起来的话 那么胜负就很清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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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怎么办啊 常安教练 你再想想办法一下啊 嗯 好 好 好 小萦 赢我 好 你 出其不意 怎么回事啊 新松柏的选手怎么突然停止住了 这可是绝佳的下批KO机会啊 走 逗你 糟糕 她被半小营踢出去了 哇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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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出色不意 这 这是美人机 这下场上新松柏只剩下叶冲一名选手了 是的 是的 大人不打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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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营 小营 不过我们知道啊 在五年前的比赛中 她也曾经一人独立战胜了对手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否会重演当年的历史 叶冲果然是很有实力啊 看来暗阳松柏只能采取车轮战术 而且要千万小心不能被击倒出界 由于叶冲长时间苦战 已经处于非常疲惫的状态 究竟本场比赛结局如何 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长安教练 让他们别再打了 小营已经倒下了 万一百草和一峰师兄在受伤 你先等会儿 那我们送白怎么办呢 可是百草和一峰师兄 就是一峰师兄和百草的性格 我们不让他们上场比赛 他们也绝对不能同意 加油 加油 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但目前场上的情况 已经不只是僵持 简直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了 暗阳松柏的三名选手 明显实力与新松柏的 最后一名选手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他们一次次发起进攻 摔倒了再爬起来 而新松柏的选手 也一次次经受住了考验 真是充分体现了百折不挠 永不放弃的竞技精神啊 太精彩了 让我们为双方选手的这种精神 加油鼓掌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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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安教练 怎么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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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弃还有希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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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松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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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 暗阳松柏唯一的男选手 被踢出界了 看来这个叶冲果然厉害 不愧是曾经取得三人赛三连冠 在五年前一个人力挽狂澜的实力选手啊 怎么松柏完蛋 现在场上是暗阳松柏的两名女选手 对战新松柏的叶冲艺人 不出意外的话 看来胜负已经很清楚了 没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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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 七百草 不能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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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白晓 我来救你 加油 加油 我给你叶了 我给你叶了 吃起来 吃起来 我给你叶了 你看看 吧 我来吧 请但是 我看你 电影 是 草雯 暗阳松柏道馆队 你赢了 赢了 真的是奇迹啊 多少年来真是前所未有 观众朋友们 暗阳松柏道馆队 战胜了卫冕冠军 新松柏道馆队 最终获得了 本届员舞道三人挑战赛 新加拨战的 pública 在年轻人员的 您的原因cken 是 伊丰师兄 你们辛苦啦 脸都摔肿了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伊丰师兄 晓莹 白嫂 谢谢你们 为我们保证的松柏 还得感谢长安教练 长安教练 我跟你说 我这手法呀 试过的都说好 喂 你们看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赢了 你们倒管不会说话不说话吧 大丈夫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我们会遵守承诺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赢了 来 给我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你给我看 我怎么跟你抹样 其实我也是熊猫眼 来 看一下 来 看一下你的头 来 来 看一下 我老真不像你行不行 你不要看我 你也是熊猫眼的呀 我都跟你说了 我也是熊猫眼的 但是 只可以我嘲笑你 不可以你嘲笑我 啥啊 不嘲笑你 冰球是不是 还美 这不很好吗 都肿啊 我有肿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老真不像你啊 不 你挖了 你笑了 你远说你不笑我 我笑是笑你好看 瞎说 我以前更好看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很好看 不过呢 我觉得 你今天最好看 为什么 我只要你 你这么要帮你保住 所以在我心中 你今天啊 最美 你干什么呀 故意的 这不是你的画风 好啊 给你模样好不好 好啊 女生就怕症 我给你看看 男生也会怕症 抹到男的 我这抹 你要轻一点啊 我抹得很轻的 我要这样子 就得轻两次 你就是二次创伤 我给你了 范晓妍 那你自己要笑我 你还说我就是女汉的 我没有说你是女汉的 啊 惊我眼睛了 啊 请进 坐下吧 我看一下你的伤 有点瘀症 有一点瘀症 一会儿拿药油擦一下 我自己来吧 我帮你擦就好 下面就有我们的冠亚军情侣 对着我们的镜头 秀出你们的恩爱 我喜欢你 七百層 我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喜欢你 来 我帮你擦药 我自己来吧 好 那我先走了 你早点休息吧 再见 教练再见 你 对不起啊 教官 上次是我误会你和白草吧 上次是我误会你和白草吧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 你们参加酒店的活动 是为了给大家凑伙是非 对 还有 在国外这种亲吻 都算是礼仪 所以对不起了 我可不是因为礼仪 小师叔 对不起 小师叔 小师叔 您没事吧 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出去散步 还真让我有种在一起来的感觉 坐吧 嗯 听到前辈 我今天找你 其实是想跟你讲 你先别讲 你听我跟你讲个故事 以前有个人哪 冬天 他的家人想吃鱼 可是冬天 湖面上结了鹤鹤的一层冰 怎么办 这个人 就趴在冰面上 一点一点地把冰融化掉 最后抓到了那条鱼 你说的是握冰球里吗 原来你知道啊 嗯 白草 既使你的心像冰面一样 我也会一点一点 慢慢地 把爱融化出来 听到前辈 我 下面就有我们的冠亚军情侣 对着我们的镜头 秀出 你们的恩爱 一开始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差点没把我气死 我还去找长安算账了 这张照片其实是为了我们 你不用解释了 我都知道 知道 知道什么 我刚才看到 你拒绝了长安给你擦药 所以 你对长安也没有其他的感情 对吗 长安教练只是我的教练 他也是松买的教练了 那就好 挺好前辈 其实我今天 是想跟你讲 我们结束三个月的约定吧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刚才跟我说你跟长安吗 这跟长安教练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起挺好前辈 我们还是忘了那个约定吧 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不允许 我不允许 我们说好的是三个月 现在连一个月时间都没有到 你就让我放弃这个约定 可是挺好前辈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开始过呀 我一直都很尊敬你 我也很感谢你为我 为松买做的一切 但是我明明知道你对我的感情 我却这样伤害你 我觉得对你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对你的好不需要你任何回报 你也不需要内疚 我们遵守我们的约定 三个月之后 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 我会真的消失 再也不见你 但我现在真的只需要三个月 我需要三个月来感动你 白草 田小姐妹 别人你们在这儿啊 大家都在找你们哪 知道 干杯 干杯 怎么样啊 一封师兄不小心来吗 不来 他们说他们的脸实在是没办法见人 让我们给他们打包回去 连长安教练那一打包吧 长安教练啊 是个超级宅男 连吃饭都不愿意出门 你不怕我带五岁长波 我看你 白草 这次散战赛呢 每个人都有二十分 按照规则呢 可以把所有的分数 都加在留在厂上 最后一个人身上 你呢 是最后留在厂上的人 所以二十加二十加二十 嗯 六十 对了 你有六十分啊白草 公布结果的时间到了 小草草 你现在的世界排名是 你现在是第二十九名 太棒了 你现在离地十名还差四十六分 这下子我们松白不但有救了 而且我们白草的积分 一下子上升了好多 真是双气凌了呢 来之前我还挺单亲的 没想到结果这么好 但是你们还记不记得 废语小师叔的话 他们好像还是有点不服气 哎呦 哎呦 他们不会来找我们包袱吧 人家好包袱 你一个包袱 你一个包袱 哎 对了 说起道馆来 我还有一点没想过的 田小前辈 哪一点啊 他们当时已经闹得 分到扬镳的地步了 为什么馆场要写一份遗嘱 并且给陆菲玉桶呢 确实挺可疑的 不过我始终相信 我们松白道馆 是不会把自己人赶出道馆的 除非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 但是 陆老前辈 他不是坏人 他是一个英雄啊 有道理 而且我们的老馆长 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你们想啊 好人跟好人之间 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一份遗嘱 还不玩去 难道记载先生们的事迹 跟喜喜小说一样 还分得上下子了 这事你们放心吧 交在我身上了 我一定给你们处理的干干净净 难道听好姐妹 师兄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 你从新加坡回来以后 就扎进这书堆里 你这是要找什么东西啊 要找一份遗嘱 或者是一本日记 总之就是八十年以前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你就别管了 总之这里没有 这哪是八十年以前啊 这都两百年以前了 这里交给你了啊 你交给我 这么多没搞错吧 这么多没搞错吧 那份遗嘱 就是在这里的牌匾后面发现了 那份遗嘱 就是在这里的牌匾后面发现了 三个牌匾 只有一个暗锅 到底下座遗嘱在哪儿 对了 还有一个牌匾 大小孩 小孩 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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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子了 不是很久不见了 说不见了 你现在吃这个歌 可能又要吃什么 发生了 他就很像我一样 嗯 太小了 你看人家衣服好好看 好看 你好 前辈 你们干什么去啊 今天就要回去了 我们大家觉得 不管怎么样的 总归是有渊源的 就想在离开之前 去跟叶冲前辈道个别 那刚好 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 告松百弟子书 这个 从你们大馆找到的 八十年前呢 嗯 你连夜回了趟岸阳 又赶回来了 是啊 不过我告诉你 我可没有私闯民宅啊 我之前新任教练的时候 钥匙一直忘了还给你们 而且我进去的时候啊 给出院打过电话了 辛苦挺好潜在啊 应该的 走吧 走吧 去吧 好样的 告松百弟子书 虽今日带领松白弟子离开暗阳 他日无论新老弟子 凡出自松白均不分彼此 原来 祖师爷和老关主最终的愿望就是同一个松白 从此 我们两家松白是一家 松白道馆的牌匾 松白道馆的精神 由我们共同传承 我放心了 这样一来 松白就再也不会从我们手中丢了 两家松白 只要有一家在 松白就一直在 孙叔叔 你 你说什么 这封信是方天昊找到的吧 不要向他道歉 他在外面等我们 我去找他回来 等我现在 来 停 小师叔找你 小师叔找你 小师叔 秀达 秀达 你搬完接着把一封试用的行李搬回去哦 好嘞 还有 还有我的 拦死你得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不行 你伤害没有好拳 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没那么夸张吧 有 走走走 秀达交给你了 听听听听 来 张教练 我来吧 小草草 这是你的 谢谢 我女朋友的箱子 我来哪儿 挺好前辈 我自己来吧 你手还有伤呢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叫我前辈 叫我挺好 看看我女朋友对我多关系 走 走 我自己来吧 来哪儿 下来吧 走 丹草 你希望你的身边有我吗 嗯 当然得有您了 教练 这个女物我很喜欢 不要忘记你自己的人偶 因为我们是宋伴 每个人都在 每个人都有 我都在 Serena 我她就中心了 尽藏 我喜欢 跟她乖 她是你 жеを 笑 他想得多好 别有了 黄山 也都不信 我好想得多好 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愛你 你喜欢你 打散烏云阴霾 所有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让美好在这一刻紧紧绽放 那就是树叶的光 风中摇曳松白 发出牺牲感慨 冥冥中追逐的那个梦 渴望着阳光来到 像灌篮高手那样 最珍贵的 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刻 打散烏云一段 我喜欢你 七百草 我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好 我们结束三个月的约定吧 好 不要再说了 去的时候我把这个再谈 你连夜回了趟暗阳 又赶回来了 是啊 好 好 谢谢 对战时为什么不看弱 正面交手的时候 一定要盯住对手 你不光要看穿你的对手 下一步的动作 更要看透他的心理 还要用你的目光去威慑对手 明白吗 是 对手 平昊前辈 盯着你的对手 要盯他们的动作 而不是盯他们的演技 因为有一些人 他的演技会迷惑你 是不是啊 长安教官 我们在进行训练 没关系的人请让开 不要打扰我们 男朋友也算无关人缘 训练的时候需要的是教练 而不是所谓的男朋友 挺好 前辈 要不你先去休息一下 等我训练完了就去找你 我说了要来陪你 我说到做到 你放心 你们在这儿训练 我就做个安安静的男朋友 在旁边看着就好 不过后面你所有的比赛 我都会陪你去的 我已经定好新城了 什么 女朋友的愿望就是最高职责 你要打试镜赛 我就陪你去打 赚积分 那长安教练的职责呢 就是负责提高你的能力 男朋友的责任就不一样了 我要负责你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 精神好 你放心 我会做一个合格的男朋友 拿着 外公电话 等我一下 喂 外公 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马上回来 外公叫我马上回去 你在这儿训练 等我一会儿来接你吃饭 啊 听云道风云道馆去学习的事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这事要提前告诉您了 您能让他去吗 知道我不让他去 你还让他去 小时候你偷偷摸摸地 跑到风云道馆回来的时候 让我揍了一顿 忘了 我长记性 外公 您先别那么生气嘛 这廷一也长大了 有点自己的想法 有点自己的选择 我们应该支持他 是 嫌武道馆最近确实名声在外 可是风云道馆的成绩 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他去那边学习点 也是好事吗 什么好事 客人 吓唬 他想学习 去哪我都同意 就是不能去风云道馆 你在那呆过你不知道吗 风云道满脑子里边都是立宜得失 胜负输赢 那还叫袁武道吗 简直就是一台机器 打电话 叫他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